20年前卖给印度掉了10架,俄罗斯自己玩打下整个叙利亚。 俄罗斯海军航空兵在今天又装备了两架苏富30SM战斗机,此类战斗机该批次一共装备30架。 按照计划一共装备68架。 该战机在20年前曾出口印度,就在前几天在印度刚刚出场首次飞的一架苏富30MKI战斗机,起飞不久后就坠。 俄罗斯海军航空兵装备的苏富30SM恰恰就是苏富30MKI的国内型号,也可以说是出口转内销。 杨宾国评论,苏富30MKI战斗机在出口印度之后,引发了一系列技术问题。 印额一度引发口水战,印度一度停止引进该战机。 指责俄罗斯技术有问题,有待解决,在没有得到俄罗斯回复之后,暂停苏富30MKI的引进工作。 从技术状态上看,俄罗斯自产的苏富30SM除了没有矢量发动机以外,其他技术状态都与印度苏富30MKI技术指标已值。 只不过俄罗斯自用的是在阿木尔共青城生产,最早从俄罗斯进口中国的苏富30MKK就是出自该厂。 苏富30SM在几年前俄罗斯突然宣布装备俄罗斯空军和海军航空兵,用来替代首批服役老旧的苏富27初级型号。 2013年10架北部署到叙利亚俄罗斯空军基地,2015年叙利亚局势紧张。 2015年10月有俄罗斯苏富30SM掩护的苏富24进入土耳其南部哈提省的领空。 苏富30SM深入土耳其领空5英里左右的空域,土空军的两架F16紧急升空。 苏富30SM在遭到警告和拦截时,并未立即掉头返回,反而启动了火控雷达,持续锁定F16长达5分40秒。 自此遭遇最终在11月造成土耳其战斗机,伏击俄罗斯苏富24战斗机事件发生,土耳其与俄罗斯就此开始交恶。 苏富30SM很明显将作为俄罗斯。 替换苏富27早期型号和苏富24间机轰炸机的最新型号,已经在俄罗斯空军飞行表演队得到全面替换。 不但装备俄罗斯军队自由,缓准备大量出口。 自20年前首次出口印度之后,将作为三代机的主力机型发展。说明已经逐步走向成熟。 和首批次苏富27战斗机相比,苏富30SM战斗机换装了新的全液晶一体化显示屏。 无缘向控制雷达,新的现代化航电系统等。 在加装前压抑之后本身就有优异机动性能的苏富30更加在空中如鱼得水,成为俄罗斯苏富35S之后最先进的战斗机。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,该战机在20年前出口印度,并未被印度人看好,而是得到了质量不好,技术缺陷严重的诸多抱怨。 即便如此,在印度服役的苏富30MKI战斗机的技术标准,依然高于现役的俄罗斯苏富30SM战斗机。 前者装备了有使用推理性能的AL-31改进行发动机。 而印度使用的情况却与俄罗斯之间有天壤之别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